我們會繼續教訓 新科高雄市長韓國瑜 一再強調 全是因為前一天領完 當選證書後 公佈的新市府小內閣名單 第三位是原住民委員會的 林國全林准主任委員 是不是當初的用人的思維 錯在這個地方 質詢市府犀利批判 66歲的林國全 在高雄縣市合併前 當了一任的高雄市議員 如今是高雄市原住民公共事務 發展促進會理事長 但2016年他開的婚雇公司 卻捲入吸睛詐騙官司 雇用很多的美女業務員 然後在網路上 可能加入愛情公寓 一些交友軟體 那甚至上一些照友的節目 然後讓這些潛在的客戶 會去買他的套裝婚禮 四年下來 共榨得四千多萬 負責任林國全 和旗下業務員共七十八人 遭到台中地檢署 以涉嫌違反銀行法 和詐欺罪嫌起訴 案子還在審理中 林國全卻入了第一批 小內閣名單 我們很難從這個 雲雲眾生茫茫人海裡面 找到百分百的聖人 對各位各玩的標準 當然要謹慎修心威廟 好 畢竟小內閣等同韓國瑜交出的 第一張成績單 我們要去找人才 去苗栗嗎 接近 記者會才剛結束 韓總就驅車北上找人才 重感冒的他忙到焦頭爛額 還陷入角力戰 有消息傳出國民黨山頭大佬 一口氣替他列出了27局處首長 寫好寫滿 媒體人尚義夫直接點名 這位大佬就是傳出 曾有機會接任副市長的楊秋昕 大佬就楊秋昕本人 我不曉得 我真的不知道 他有給你相關的建議嗎 有建議 有建議就是有建議 但是面談採納不採納是我 雙方都否認 但原本呼聲最高的楊秋昕 卻不在入閣名單內 引發外界狹小 據說副市長人選是兩男一女 其中葉匡時已經確認